在高雄山區有上百條土石流 潛市溪流居住的高雄市民 超過了三千一百位 而幾個原鄉的行政區 災害應變的工作 房臺準備都已經先行啟動了 像是在桃園區有區公所的人員 實際安家愛護 向民眾說明如何撤離 以及災害應變 來看說明狀況 目前在高雄山區的部分 包括有特殊需求 或是有就醫的急迫 需求的這一些民眾 目前撤離的狀況 是大概已經有上百位優先撤離下山 而在嘉義的部分 可以看到在園區內的樹木 無預警的倒塌 這一棵倒下來的樹木 位於林業試驗所 嘉義樹木園樹林 已經超過了一百二十年 堪稱是鎮園之寶 因應颱風來襲 目前園區也公告休園 避免遊客入內發生危險